上集回顾,美食会已经接近阿鲁他们,阿鲁被甲虫男孵化出来的飞虫攻击,那么就接下来今天的影片吧。 由于飞虫的速度太快,阿鲁的攻击完全打不中,飞虫趁阿鲁腹部有空隙,想钻进他身体。 阿鲁用肌肉弹开飞虫再补上七连钉拳才打碎飞虫,到巴南一刀把飞虫砍一半。 但是被砍断的飞虫合并起来,又可以再次飞翔,阿鲁补上一刀才把他砍碎。 这时,阿鲁感觉有个像八爪鱼的恶魔在触碰他。 仔细一看,原来美食会已经来到眼前了,甲虫男一降落就拥抱阿鲁。 然后直接一拳插去阿鲁肚子,甲虫男的手被阿鲁的肌肉夹得拔不出来,阿鲁使出十连钉拳。 正当要打在甲虫男脸上时,他停住了,他害怕甲虫男嘴里的怪物,阿鲁不小心被那怪物攻击。 这时,成年的沃尔企鹅找上门了,他们认为是小松绑架他孩子,结果气得把附近震坏。 小松他们也因此掉入洞里,但出现在小松眼前的竟然是美食橱窗。 但是,阿鲁说里面的食材已经缩水了,汤也可能不多,他叫小松一定要取得。 甲虫男派出部下去收拾小松,幸好给龙丸和刀疤男拦住。 甲虫男也派出他的爱虫去追杀小松。 这次,甲虫男真的认真起来了,阿鲁的右手完全被冰冻得不能使用。 这次是他第一次认真对付美食会副料理长,不下觉悟是不行了。 原来,面具男的名字叫铁皮,是次郎的儿子,怪不得头发那么像。 他们第一次到达洞穴深处,这时小松也到达了,他看到面具男,但他直接冲向小松背后,把背后的小虫子打死。 还叫小松等一下看到什么都不要出声。 还有一只虫子上面坐着GT机器人。 来到阿鲁这里,甲虫男觉得企鹅吵死了,就放出飞天蜈蚣把他们杀死。 在蜈蚣差不多杀小企鹅时,被阿鲁用叉叉热,道巴男把他头砍断,龙丸再把头压坏。 阿鲁看不光美食会的滥杀无辜,道巴男也生气乱枪扫射大只佬,但被他的身体的石油化开了。 龙丸使出全双鸡击中西庄男,还把体内的真身打了出来。 他叫波鸡,他可以置身他想控制的身体。 道巴男看枪对付不了大只佬,决定动真格了。 龙丸被波鸡不规律的攻击,波鸡是可以进入生物体内代替其骨头,控制神经,再控制身体。 他已经有十具生物收藏品,他打到龙丸的笨带掉落露出诅咒的眼睛。 波鸡决定不要龙丸的身体,但龙丸是因为这眼睛才活着,而且是爱玩给他的。 龙丸使出拔双拳,想打断波鸡的脊椎,可是竟然无效。 原本被打断脊椎的波鸡为什么还站着呢? 因为他体内的骨头与常人的不一样。 普通人大约有206块骨头,他却有4000块骨头。 加上关节和肌肉的柔软度,他现在能进入更复杂的生物体内,就算脱臼了还有别的骨头支撑。 波鸡让自己手脱臼而形成鞭子,不断攻击龙丸,而且还拿着铁锤和镰刀。 由于龙丸看不出攻击规律,只能被挨打,他不断要弄断他的脊椎,可是无效。 他尝试了一次又一次,还是被打飞。 龙丸在晕倒时想起爱玩的训练,告诉他集中力不够,于是他再次站起来了。 他在波鸡面前事前做起动作,但被波鸡挨了狠狠一拳。 但终于被他赶到了,他还知道了波鸡的弱点就是鲜骨,这是支撑脊椎的重要骨头。 龙丸使出拔双拳拔出后,他就倒下了。 来到刀巴南这里,由于大只佬身上的甲壳挡掉他全部攻击。 他的甲壳是等级60的海底凶器,冲撞海龟得来的。 但为什么在这么冷的地方,大只佬不需要穿衣,而且动作迅速? 原来是他体内可以自行分解不动液来防寒,还可以让子弹滑掉。 刀巴南在开挂斑的大只佬面前只能挨打。 刀巴南只好使出更强的脱力,就要更加的放松。 他的不孝为了帮他争取时间,全部被打倒了,他们让出这三分钟足够了。 刀巴南憋住的怒火也跟着爆发砍向大只佬。 他的剑是来自深海中的龙王,来傲聚龙的牙制成,冲撞海龟也不是他对手。 直接把大只佬的甲壳也打碎了,刀巴南获胜。 但他看向阿鲁与甲虫男的斗争,就知道这不是一个等级的了。 接下来将是阿鲁的战斗,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,拜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